議員,我先說吧,就陳律議員,各位 多謝主席,我是憂慮整體工程的總體數字的不斷膨脹上升 是超乎香港的整體建築的承受力和能力 導致到不但成本上升,這個情況已經不斷出現出現這個惡果 而更加是令到貨不對板,建築這個質素惡劣 很多在這個8990年那段年間,興建很多的建築物 特別是私人財團的建築物,是出現很多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的非法外勞特別多,很多的樓貨不對板 最近很多的舊樓維修,拆開了牆,就像蜜蜂鬥一樣 又有這個木板,又有這個發布膠,又有這個飯盒 有時避孕套都有的,離譜的 所以你現在那個問題就有少少好像恢復到去90年代 就是那時候的時候那個惡劣的情況 究竟政府現在有沒有考慮 你現在每年那個興建整體,政府加上私人發展商 興建到去到17億的建築的數字,總工程項目 我相信這個數字會不斷再升,不止這個數字 政府有沒有評估過,究竟在現時的人力情況下 整體香港社會可以承受的建築項目可以去到多少 究竟有沒有飽和,有沒有超過那個水平 如果有的,有些什麼措施會不會減一個減部分 因為你接著這幾年呢,你80年代興建那些的樓宇 30年期到了,即是你每年8萬至9萬 即是未來那10年呢,你有90萬的樓宇是超過30年 相繼要進行維修保養 接著你只是醫管局都150億的維修工程 接著你遲多35年呢,香港政府的建築 即是樓宇那個高峰期又來了 是吧 即是你跟著那些項目撒起來,究竟你有沒有一個評估 好像自由行那樣,基於沒有評估呢,就這樣放人下來 搞到香港呢,即是雞毛鴨血,搞到市民生活苦楚 你同樣的建築,說就是刺激經濟 你現在學大陸老的東西 大陸老就不斷是發展這個基建 你刺激這個經濟,其實就是一些高官掠水 即是香港這方面的情況就少一些 但是那種的心態就類似的 那你作為操控香港的特別公務工程這方面的建築基建的建築 你有沒有評估這個數 如果沒有的,你會不會盡快評估 還回香港人的公道,不會令到這個問題呢 是搞到香港陸沉呢 好,議長 我想我回答評估那個承受力 陸沉那個我回答不到 承受力呢,我剛才也說過好幾次 首先第一,政府內部有一個資源分配機制 在那裡定過優先次序 在那個過程裡面,反正他也會提出 我們那個建築業的承受能力 根據我們現在的評估,剛才我們也看到 我們在2017年估計,我們如果能夠充分運用我們的補充勞工計劃的話,我們基本上是可以處理到我們的工作量 到2017年以後,我們其實調整我們的訓練名額,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單靠本地工人,我們覺得已經可以處理到我們的工作量 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們這個是每半年會做一次評估的 每半年會做一次數字的 多謝主席 你有沒有計算數字呢? 因為你現在評估上,譬如去到1819年,就另一個建築高峰期 特別香港政府的公務工程計劃,特別樓宇建築又來了 那你有沒有計算,究竟 去到多少億工程,香港是1800億,1900億,2000億 你給我們一個數字,日後我們可以看 還有我們要引證其他東西,可以有一個控制在那裡,不肯超標 何必有一個數字 主席 他在一附近就可以讓他去追求 有個數字 但是在這附近就已經有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可以讓他的問題 等一下 日欲 那陣子 出席 第三 晚安 煩 那一來